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超人嘱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厨房收纳,烹饪高手的秘密武器 二,餐桌布置,美食的最佳伴侣 三,冰箱整理,食材新鲜的保镖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厨房收纳,烹饪高手的秘密武器 在探索烹饪艺术的无音宇宙中 每位大厨都梦想着成为那位能够驾驭食材,调味料 和厨房工具的爵士高手 然而,这条道路并非铺满了香草和香料 而是充满了挑战,尤其是在厨房收纳这个领域 是的,你没听错,厨房收纳,那个被许多人忽视的角落 实际上是烹饪高手的秘密武器 想象一下,一个充满了锅碗瓢盆,调味瓶瓶罐罐乱糟糟的厨房 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是最简单的烹饪任务 也会变得异常艰难 你可能会花费宝贵的时间 在寻找那把埋在深深厨具堆里的刀 或是试图从调味料大军中辨认出你所需要的那一瓶 这不仅仅是时间的浪费 更是对烹饪灵感的一种热杀 然而,当你掌握了厨房收纳的艺术 一切都将改变 想象一下,每一样工具都恰到好处地放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每一瓶调味料都整齐地排列等待着它们的出场 在这样的环境下,烹饪不再是一项任务 而是一种享受 你可以轻松地在厨房中舞动 像指挥家一样 驾驭着每一样工具和食材 创造出令人赞叹的美食 有趣的是 历史上的大厨们也深知厨房收纳的重要性 据说 法国烹饪之父奥古斯特·埃斯科菲尔 奥古斯特·埃斯科菲尔 在他的厨房里有着严格的收纳规则 每一样工具和食材都有其专属的位置 这不仅提高了厨房的效率 更是将烹饪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 因此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梦想着成为一名烹饪高手 不妨从整理你的厨房开始 记住 一个整洁有序的厨房 不仅能够节省你的时间 更能激发你的创造力 让你在烹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所以 拿起那些收纳盒 开始你的整理之旅吧 谁知道 你的厨房下一个惊喜美食 可能就诞生在一个整洁的抽屉里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餐桌布置 美食的最佳伴侣 在探索美食的奥秘时 我们经常忽略了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 餐桌布置 是的 你没有听错 那些平凡无弃的餐巾 盘子 甚至是餐桌上的小装饰 都在美食的世界里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舞台剧 没有适当的布景和灯光 再好的剧本和演员 也难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让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 捞出一些精彩的例子 在古罗马时期 餐桌布置已经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它们不仅使用豪华的餐具 甚至还会在餐桌上放置活的动物 比如鸟儿或是小型野兽 来展示它们的富裕和权利 想象一下 当你正准备享用美食时 一旁突然跳出一只小兔子 那种惊喜或惊吓的感觉 绝对是现代餐桌所无法比拟的 再来看看中世纪的欧洲 餐桌布置则更加注重象征意义 例如在宴会上面包的形状和摆放位置都有特定的含义 代表着宗教或是社会阶级的象征 而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里 人们甚至会用食物来构建整个故事场景 比如用糕点制作的城堡 或是用水果和糖果制成的森林 让整个餐桌变成一个可食用的童话世界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东方的餐桌艺术 在中国餐桌布置讲究的是和谐与平衡 从餐具的选择到食物的摆放 都要符合传统的礼仪规范 而日本的怀饰料理 则是将餐桌布置提升到了极致 每一道菜的摆盘都像是一幅精致的画作 让人在品尝美食之前 先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所以下次当你坐在精心布置的餐桌前 不妨多花一点时间 欣赏一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 因为正是这些细节 让美食的享受变得更加完整 也让每一次的用餐 都成为一场独特的文化体验 毕竟美食从来不只是关于味蕾的享受 它还是一门融合了历史 文化和艺术的综合学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冰箱整理 食材新鲜的保镖 在探索冰箱整理这一古老而神圣的艺术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 冰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家用电器 而是我们厨房里的一位无名英雄 一位默默无闻的食材新鲜的保镖 这位冷冷的守护者 以他那冰冷的怀抱 保护着我们的食物 免受时间的侵蚀和细菌的侵袭 让我们回溯到冰箱的前身 冰窖和冰柜的时代 在那个没有电的年代 人们通过将冰块存放在特制的容器中 来保持食物的新鲜 可以想象 那时候的冰箱整理 可能就是把一块大冰块放在一个角落 然后围绕它摆放食物 想必那时候的人们 对于今天我们所谓的冰箱整理技巧 会感到非常惊奇 进入现代 冰箱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我们保存食物的方式 但是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挑战 如何有效地整理冰箱 以确保食材的新鲜和延长保质期 这里有几条古老而又现代的智慧 一 食材分区 就像古代城堡有不同的区域一样 现代冰箱也应该有明确的分区 将冰箱分为不同的区域 比如肉类 蔬菜 乳制品等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食材 避免交叉污染 二 高地原则 在古代 高地往往意味着战略优势 在冰箱里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 将易腐烂的食物放在冰箱的较低层 因为那里温度相对较低 而将不易腐烂的食物放在上层 三 先进先出 这是一个古老的库存管理原则 也适用于冰箱管理 总是先使用最早放入冰箱的食物 可以避免食物过期浪费 四 透明容器 使用透明容器存放食物 就像古代使用玻璃窗户一样 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知道 里面有什么 避免忘记食物而导致浪费 五 定期清理 就像古代城堡 需要定期清扫一样 冰箱也需要定期清理 这不仅可以保持冰箱的卫生 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评估存储的食物 避免过期 通过这些古老而又现代的智慧 我们可以将冰箱整理 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确保我们的食材 在这位冷冷的保镖的守护下 始终保持新鲜 记住 冰箱不仅仅是一个电器 它是我们食材新鲜的守护者 是我们与时间赛跑的伙伴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厨房收纳 餐桌布置和冰箱整理这三个领域 它们看似平凡无奇 实际上却是烹饪艺术的秘密武器 美食的最佳伴侣 和食材新鲜的保镖 通过整理厨房 我们可以提高效率 释放创造力 通过精心布置餐桌 我们可以享受完整的美食体验 通过合理整理冰箱 我们可以延长食材的保质期 避免浪费 在这个充满创意和美食的世界里 我们不仅要关注食材的选择 和烹饪的技巧 还要重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 因为它们不仅能提升 我们的烹饪水平 还能让每一次的用餐 都成为一场独特的文化体验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让我们一起从厨房收纳 餐桌布置和冰箱整理开始 探索美食的奥秘 创造属于自己的烹饪传奇吧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你的厨房里 你有没有一些厨房收纳的技巧 或者餐桌布置的点子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索美食的无影宇宙 用智慧和创意 创造出更多精彩的美食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